来啦兄弟们 继续我们的韩服零元购 今天胖爷跟浪姐又要去抄一位欧巴的家了 而且这个家非常的离谱 非抄不可 看看 就是前面这个家了 一栋建在桥上的家 你肯定很好奇 不就是一栋建在桥上的家吗 有什么离谱的 那你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个游记的规则 80%的服务器都不允许玩家在桥上建家 但是这个服务却没有这个规矩 而且这个家建的把整座桥都堵死了 可见家底厚得根本不怕别人来抄 所以炸了吧 好极了 为了炸这个家 我们可是准备的相当充分 你看看 这一背包的撬手工具还有炸药 光是这包C4就花了我一个星期才做出来 这个家要是不给我回点本 我指定又要去捡垃圾了 来 废话不多说 直接撬手 啥呀这是 换锁了 我昨天来的时候还是刮锁啊 今天就变成密码锁了 我白准备这么多撬锁工具啊 密码锁虽然好开 但是要扣声望啊 我现在只有两百多的声望 开不起啊 不过另外一边还有一扇门 全是密码锁啊 全是密码锁啊 我想节省一点炸药 你不给我机会啊 直接炸了 哦 我在家里面有领地骑呢吗 我领地骑都没看到 你看到没 没看见 搞个锤子啊 这家毛都没有一个 连领地骑都没找到 我怀疑这个家应该是没建完 物资根领地骑说不定 藏在外面的树林里 结果浪姐出去找了半天 也啥都没找到 正当我那么的时候 浪姐的一句话 让我突然脑回路 没有看到毛包的地方呀 是不是你刚炸墙的时候 把他们的里利器给炸掉了 哎 你不说我都差点忘记了 我是没想到这么轻松的 就拿下一栋别墅啊 现在我们把这个碉堡给占领了 接下来最应该干嘛 那当然是堵桥打结了 来人了 我打来人了 在哪里 马路上 你别吓我 哎呦呦呦呦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你不要探头啊 你千万不要探头 他好像看见我们了 微微缩缩的 他往树林里跑了 你别动就行 只要不探头 他的视角是看不见我们的 但是 我不探头 我也看不见他呀 你把枪就瞄作一个地方 只要显现人就开见 打他打他打他 哪里啊 跑下 哇他好肥啊 你不要出来 帮我盯着你 他还有一把98k 我天哪 干了这位欧巴之后 我把身上幼母杂的东西 都一起转移藏了起来 然后拿着脚货来突击步枪 跟98k继续独球 测量把武器 瞬间让我火力爆炸 但是我高兴的太早了 就还没到十分钟就来车了 而且我还没反应过来 人就已经钻进树林去了 关键恼火的就是我不知道有几个人 估计是刚刚嘎的那个欧巴妖人了 搞得我们现在很被动 他们在暗我们在明 都不敢探头出去了 但是我光顾着盯前面 把后面给忘了 哦 后面有倦 这一机箱差点把我送走了 上后有凤凰针救了我一命 请这个枪声狙击手 是在我们背后的山上 这下楼顶待不了了 我刚调整好状态 准备打一波的 结果前面开始封烟了 哇 牛奶跑快下去快下去 去一楼去一楼 不要靠状负 我们现在是被前后夹击 火力覆盖 动都不敢动一下 本来就够惨了 结果这个大波浪又给我补了一刀 完了欧大我掉线了 你故意的把手机掉线了 还有 我我我 完了完了完了 啊 咋了 我闲他冒烟了 够杂了 凉了 你被他们嘎了 啊 我记得活得好毛的 我靠 我溜了 这帮人太凶了 36G作为上车 这种情况下 硬扛的话 真没必要 没打赢就是没打赢 不丢人 不过我很兴奋 因为总算遇到对手 为了防止意外 我把装备全部丢在了河里 然后悄悄的狗杀案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路神仙 刚刚下次看到一个白色吉利福 现在桥上两个迷彩庄 还有一个狙击手一直没看见 最少四人少队 现在总算有点正经活干了 因为接下来我要全服找这几个人的家在哪